来 看前面 看前面 在基隆委托行街区一起看职棒开幕赛 热闹有趣的活动是由基隆市议长童子伟 结合梦想起飞协会 跟台电协和电场一起来举办 邀请到家福棒球队与基隆的少棒小朋友 一起透过大萤幕来观赏中华职棒34年开幕战 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能够点燃棒球魂 这个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是从小就一个不折不扣的棒球迷 所以我现在也把议会整个空间都改成 跟棒球相关的感觉办公室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协和电厂跟我们委托行街区公司 共同来合作 在我们这个委托行这个空间场域里面 举办中华职棒的开幕赛 然后邀请我们基隆市非常多所的棒球队 然后校长带领我们小朋友一起来欣赏球赛 让他们在寓教娱乐之中 也可以体验互相切磋的感觉 那我想棒球文化要在这个我们基隆继续的推动 要首先要建立它的文化 在对国外来说 看棒球其实它是一种生活习惯 所以我们不要 我们不只要说国球 我们要融入每一个市民的生活当中 那我们希望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 吸引更多的小朋友 来投入我们的基层棒球的训练 那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吴华家议员 还有我们所有的议员一起来争取 让我们基隆市不再是棒球沙漠 当然会从棒球文化跟棒球的空间场域资源开始做起 那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协助过基隆的一些小朋友 他们想要打棒球加入棒球队 那有一些在基隆的小学 然后后来要升学上的问题 所以我相信就是基隆想要打棒球小朋友很多 那这一块是需要我们在市议会一起来支持的 暖市国小因为有哨棒队 那成立到今年是第四年 那希望说孩子在这个棒球的领域里面 有更多的认识 更多活动的参与 那非常谢谢议长 今天在伍托商行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孩子也能够亲近基隆市传后以来 非常热闹的一个商业街区 一起看职棒开幕赛 现场供应的餐点也是跟棒球相关 口服食品业者发挥创意相当用心 这是棒球手套的挂包 然后跟棒球造型的杯子蛋糕 这个棒球造型除了要用白巧克力融化 融化在上面之后 还要在特殊做造型去勾勒这些图腾 所以特别的耗食跟费工 那棒球手套挂包的造型 原本它只需要用很多手工师傅 手工具制作 所以非常的耗食 希望小朋友可以吃得开心 将棒出局 梦想飞啊 在议长结合各单位的用心规划下 一起在委托行街区观赏职棒开幕赛活动 让大小朋友都留下精彩的回忆 也让更多人能够关注到在地棒球运动的发展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